各位朋友们,宝宝心里苦,宝宝想吃肉 其实肉是能够吃得着的 只不过现在特别是想干嘛 想报复性消费,真的是想报复性消费 因为确实有很多想吃的东西 最近很长时间都没吃了 天天都是自己坐着吃 一买买半个月的食材 每天都是自己在坐着吃 但是有些时候就想吃一些想去打鸭剂 知道吧 想去饭店里面去吃点想吃的东西 火锅想吃火锅 我之前我说过 某一天我可能我会偷渡回中国 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怎么搞 我从这边先到泰国去穿越缅甸 再到达中国边境 然后提前跟我国内的朋友约好 在云南中缅交界的某个地方 把我接应进去 我上车我直接躺在车里的后座里面 睡觉一觉把我拉到成都 然后再去找一个火锅店去吃火锅 吃火锅还要找一个闭着摄像头的地方去吃火锅 不要被别人拍出来 我这张脸估计在国内也挺危险 是吧 然后吃完火锅 我朋友在开车连夜把我送回缅甸 我从缅甸再从泰国 我再坐飞机回到国外 我曾经就想过真的是想吃火锅 非常喜欢国内的一些东西 到国外确实是什么都要适应 这边的风土 人钱习惯 礼仪 消费习惯 生活习惯 能改都要改 唯独饮食习惯 真的是改不了 所以说宝宝心里苦 宝宝想吃肉 宝宝想去报复性的消费 想去吃火锅 想去吃汉堡 想去吃薯条 麦当劳肯德基都行 自己都没有 所以说心情所致 就有了今天这么一节目 想去吃好吃的 当然在家里面 其实也能够天天吃肉 你要说从温饱的角度来说 那是没问题 这绝对是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是从这种更高的真心追求 真的是有 我特别怀念国内的什么 周黑 周黑鸭是我最怀念的就是周黑鸭 你要说这种卤味 像周黑鸭跟爵味这种卤味 如果说你要是天天吃 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但是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你吃一回调节调节口味 那是没问题的 以前我在国内 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 要么吃一次周黑鸭 要么就是吃 要么就是吃一次爵味 每次都是两罐啤酒 然后10块钱到15块钱左右的 那种周黑鸭 一边吃一边啃着鸭脖子 啃着鸭头 啃着那种鸭脚 然后咕噜咕噜喝几瓶啤酒 喝完了之后 晕晕晕晕了 我床一躺一觉睡到天明 这是一种人间享受 这是一种美味 火锅这边也有 只是比较少 而且现在想吃的话 可选择的也不多 有很多是人间美味 为什么说是人间美味 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吃过 而且也能够吃得起的大众美食 这叫人间美味 不是山珍海味 说的是人间美味 它是人间烟火的产物 你看看这边的庄稼熟了 小麦看到没有 小麦已经长那么高了 没熟了快熟了 再过一个月估计就要熟了吧 一两个月 小麦这个麦碎都已经出来了 乡今小鹿 country road tam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ith the junior mout my mouth tame me home country road 一言不合就来一段 一言不合就唱一段 反正这种时间都挺憋的 什么都挺憋屈的 很多人 这里还有一个山街小鹿 探险走一走 算了吧 这里太阴森了 太阴险了 出来两个野猪把我给啃了 我也没有还手之力 山街小鹿 不往里走了 国内有哪些好吃的 想一想 刚才说了一个绝味鸭 不过说了一个周会鸭 还有其他的 山东有什么 羊汤 山东的羊汤 到处都有 特别是在济南周边的地方 有羊汤 我特别喜欢 就是一碗白白的汤 给你一个面饼 然后你自己往里面去放盐 放调味料 然后去喝汤 主要是喝汤的感觉 你要说那个面饼 羊肉具体的有多香 多好吃呢 那不是主要 主要是喝那一口汤 喝进去之后 主要就是喝这个羊汤 你从嘴里流到胃里的时候 这么一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羊汤 还有什么 以前我出差到河南洛阳的时候 那叫什么羊肉汤泡面 羊肉汤泡面饼 那是在河南洛阳时候吃的 也是特别的好吃 那种是红油羊汤 就是汤带点红油 辣乎乎的 然后面饼你把它切成条 就跟面条一样 但是它是面饼是已经熟的 你把它泡在羊汤里面 然后吃好吃 我刚才说山东的羊汤 那是好喝 但是河南洛阳面饼 它是好吃 吃到嘴里面 那就是还管饱 还好吃 那也是人间美食 还有什么 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 还有一个陕西 陕西西安回民街 有一个回民街的烤全羊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烤全羊 那是我吃了这辈子 感觉最好吃的烤全羊 你去饭店里面 当地服务员就说 你要吃哪一块 烤全羊 羊挂在那上面 一整只羊正在烤 你跟他说 我要这一块给我来二斤 他就把它割下来穿好 烤熟都给端上了 然后在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吃着烤羊肉 烤水都出来了 真是太好吃了 烤全羊 然后我后来很多年 我就从来再也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烤羊肉串 现在想想陕西西安 回民街烤全羊的那一段经历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想见我当年西洋下的奔跑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确实是啊 那这烤全羊让我念念不忘 后来自己也在家里面 做过好几次这种烤羊肉串 但是每次做的都挺失败的 每次都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值 毕竟自己不是厨子 羊肉泡馍不仅好吃 而且便宜 当时是3块5一碗羊肉泡馍 3块5那是200几年 07年06年 那时候3块5一碗在西安的时候 面煮好以后 然后还有蒜 一边吃蒜瓣糖蒜 然后一边再吃着羊肉泡馍 真的太爽了 陕西的羊肉泡馍 西安的羊肉泡馍 还有什么山西的面是也好吃 山西的面是油泼面 油泼面各种拌面 那是一个那就是一个系列了 同样一种面 它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有是油泼的 有是汤面 臊子面 那时候是到山东出差 到了烟台 到青岛 到威海 我只要到这三个地方 我肯定是吃海鲜的 你到这三个沿海城市 你不吃海鲜 那这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青岛10块钱一份生蚝 然后一瓶啤酒 三四块钱还是几块钱 青岛啤酒 然后再吃一盘生蚝 生蚝10块钱 给我大概一二十个 你也忘了 这什么时候了 反正卖的挺便宜 蚝是壮阳的东西 生蚝是壮阳的 一个人出差在外 你晚上你壮阳顶着受不了 那个东西真的是挺受不了的 勾引人犯罪 我们的宾馆底下别人塞小门片 是吧 但是也没有去打电话 也是觉得还是工作要紧 那么第二天还得去见客户 你半夜你搞的这么多不好 吃生蚝 还有吃什么海胆 海鲜 大螃蟹 那是在山东烟台 山东烟台有一个融翔海鲜 融翔海鲜 我去了人太多了 我去吃了一顿 老火晾汤 这边人吃饭之前都要喝一碗汤 那个汤特别的好 放点中药 放一点中药药材 然后熬了汤 喝了特别的养味 特别的养身体 安徽的淮南牛肉汤 那就是一点 那就是偏一点什么牛肉 然后还有一些粉丝 还是红薯粉 还是什么干粉 然后再用豆腐干切的丝 然后熬的汤 牛肉汤 包括那种包括牛骨 用牛骨熬的汤 牛肉汤 然后一边喝汤 一边在泡在面饼上 跟那种河南的那种面汤饼 差不多 也是非常的美味 非常的好吃 一顿饭也就是个五六块钱 就搞定了 后来就是到2010年以后 吃一顿饭吃饱吃好 也就是十块钱 也就吃饱吃好了 其实在国外也有许多食品食材 也是非常好的 就那我来说吧 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就是牛排 就是什么不论三分熟七分熟 那个牛排 它那个做法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老师问你叫几分熟呢 就是要让你吃到这个食物 本来的味道 它不放这么重的作料 就是牛排稍微煎一煎 煎个三分熟 七分熟五分熟 稍微要撒点胡椒面 撒一点点盐 然后你吃的主要的味道 还是这种牛肉的味道 还是这种最原始食材 它本来应该去散发出来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然后你辅助的 你可能你要是光吃肉 还会觉得有点油 其他的一些辅助的配菜 青菜沙拉 还有一些从西红柿 土豆可以稍微的去中和一下 天蓝蓝 天蓝蓝 多么好的天 每天都是这样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争相恐后交配的季节 是吧 野猪也生小猪了 我的菜地里面 野猪三三两头过来 把这个菜地拱得稀了 也没有办法 就这么着吧 大不了种的菜都喂野猪 又不是买不着菜 就是图一乐 图一新鲜 一种经历 哇 看到没有 岔子烟红的 这个换一个有光的角度 这样看就好看多了 是不是 到处都有 最美的地方就是在 你不经意之间发现的一些东西 可以让你祝福 停下来欣赏的东西 这么多天 今天是走路走的最多的一天 估计走了得有几百步 天也暖和了 天也热了 农作物也快该收了 这个疫情也是处于处于一种 可以可控的范围之内了 迟早会过去的 天天聊那些东西 聊的其实挺压抑的 今天主要就不聊那个了 你出来看看大自然 大自然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网上有新闻说到什么呀 说到今年这个碳排放量 是二战以来的最低值 可能人类之前从大自然索取的太多了 大自然它在变成花样的去惩罚我们 咱们要是不谈政治 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去解读呀 大自然似乎也在惩罚人类啊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反省一下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往何处去啊 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啊 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不说了吧 再说就好像又扯了 有点太远了 今天明明就是一个发泄 明明就是一个嘴馋 明明就是想聊一些其他的话题 咱们就不往政治上靠了 咱也不往视频上靠了 就想哪儿说到哪儿啊 就这么着吧 咱们下期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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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啊